前言 本书的由来 过去对我来说几乎无用 我也很少去想它 然而在这里我要简短地告诉你 我是如何成为一个新领导师 以及这本书是如何诞生的 三十岁以前 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时常伴随着有刺杀倾向的异域 但是现在说起来 我感觉好像在谈论我上辈子的事 或是别人的生活 在二十九岁生日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 我在凌晨醒来时 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我已经多次有这种感觉了 但这次是感觉最为强烈的一次 夜的寂静 黑暗房间里家居的模糊轮廓 火车经过传来的遥远的鸣笛声 所有的一切都感觉如此陌生 如此充满敌意 如此没有意义 让我深深地厌恶这个世界 然而 最令人厌恶的 还是我自己的存在 何苦要继续生活在悲惨的负担中 为什么要继续这样挣扎求存 我感觉到想要毁灭自己 让自己不存在的渴望 远远超过本能求生的欲望 我无法再忍受我自己了 内外 这句话一直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时 我突然意识到 这种想法真的很奇怪 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如果我不能忍受我自己 那么肯定有两个我 我和自己 或许 我想 其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 我被这个想法惊呆了 我的大脑完全停止了云转 我完全有意识 但是思维却不存在了 然后 我感觉我被袭击了一个 能量的漩涡 开始 漩涡旋转缓慢 后来 越来越快 我陷入了心深的恐惧之中 我的身体开始颤抖 我听到一个来自我胸口的声音 不要抗拒 我感觉自己 被吸入了一个空洞之中 这个空洞在我体内 而不是在外界 突然 我不再恐惧 认明自己陷入这个空洞之中 我完全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被窗外的鸟叫声唤醒 之前 我从未听过这种声音 我的眼睛仍然是闭着的 然后 我看到了一颗钻石的异象 是的 如果钻石能发出声音的话 这就是钻石发出的声音 我睁开双眼 清晨 低一粒阳光 从窗面中射了进来 在没有任何思维的情况下 我感觉 我知道 光的无限性 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从窗面穿透起来的 柔和之光 就是爱本身 眼泪 湿润了我的双眼 我从床上起来 又在房间里四处走动 我认得这个房子 但是我知道 我真的从来没真正地看过它 每一件东西都那么新鲜 那么质朴 就像它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我拿起一些东西 一只铅笔 一个空瓶子 惊叹于它们的美丽和生命力 那天 我为这城市走动 对这个地球生命的奇迹 充满惊奇 好像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 我生活在一种深深的 宁静和极乐的状态之中 之后 这种感觉稍稍淡去 或许只是看起来淡去了 因为它已经成为 我本然的状态了 虽然我的生活起居 一切自如 但我明白 这一生中 我做过的任何事 都不可能对我现在拥有的 有所注意了 当然 我知道自己身上 发生了一些 具有深刻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百思不解 七年后 在我读过很多灵修书籍 并和几位新领导师相处之后 我才认识到 每个人都在寻求的东西 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知道 痛苦的极端压力 不使我的意识 从不幸和恐惧本身的认同中 解脱出来 而这种不幸和恐惧 最终都是大脑制造出来的 这次解脱肯定是一次彻底的决裂 那个虚假 受苦的小我 就像被放了进的冲击玩具一样 顿时分崩瓦解 这时 留下的 就是我的真正本质 那个始终临在的 我是 不与任何形式认同的 纯意识状态 之后 我学会了进入这种内心的 无时间和不朽的领域 也就是 我当初体会到的那个 像空洞的东西 同时保持着 全然的觉知 我安住在这个实验语 无法形容的极乐和神圣世界中 这使得我早先的经验 与之相比都顿然失色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 没有爱情 没有工作 没有家 没有所谓的身份认同 然而 我却在这种内心强烈欢乐的状态下 在公年的长凳上 几乎做了两年 但是 即使是最美好的经验 也会来的右手 或许 比任何体验 更为基础的 是那股宁静的潜流 自从那时起 他就从未离开过我 有时 他很强 很明显 并且其他人也能感觉到 有时 他是在背景之中 像一段遥远的旋律 后来 常常有人 走过来对我说 我要你所有的东西 你能把它给我吗 或者告诉我 怎么得到它 我说 你已经有了 只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已 因为你的思维 产生了太多的草原 这个答案 后来就变成了你手中的这本书 在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前 我又有了外在的身份认同 我已经成了一位心灵导师 真理 在你的体内 这本书 代表着我工作的核心 在过去十年 在欧洲和北美 我与一些个人和团体的寻导者 一同工作过 我要感谢这群接触之人的勇气 和他们去拥抱自己 内在转变的意愿 还有他们提出的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以及愿意聆听答案的态度 没有他们的帮助 就不会有这本书 他们属于不断增长的 一个小群体的求导者 他们能打破 集体固有的思维模式 这些模式 使人类几个世纪以来 都陷入痛苦之中 我相信这本书 对那些希望改变 内心状态的人来说 是一种催化剂 我同样也希望 那些发现这本书 有价值的人 能读这本书 尽管他们可能 还无法全面地实践它 但有可能在过一段时间 这本书撒下的种子 会和读着内在 已经拥有的开悟种子 相结合 从而在他们体内 萌芽生长 这本书的内容 起源于研讨会 冥想课程 和私人咨询会谈上 我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 所作的答复 所以在书中 我保留了问答的形式 在这些课程和研讨会中 我所学习到的 和得到的东西 不比那些提出问题的人少 有些问题 其答案是当时的原话 有些是一般性的问题 我将那些经常问的问题 结合在一起 并把每个答案的重要部分 抽出来 总结成一个答案 有时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全新的 更有见解和深刻含义的答案 有些问题是本书的编辑文的 目的是希望澄清一些观念 你会发现 从此书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对话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 来回更替的 在一个层面 我请你注意 你内在的一些错误 我谈论了人类无意志的本质 以及一些市场的行为表现 从人籍关系的冲突 到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这些知识非常关键 因为除非你能认清错误就是错误 它并不代表你 否则在你身上 不会有彻底的变化 你最终还是会回到 错觉和某种形式的痛苦之上 在这个层面 我同样会向你展示 如何不将你内在的错误 变成一个你的身份认同和个人问题 而这就是错误 持久不衰的原因 另一个层面 我谈论了人类意志的深刻转化 它不是遥远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而是现在就出手可及的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身处贺地 你将会了解到 如何从思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进入一个开悟的意识状态 并理解如何在你的生活中 维持这种状态 在这方面 有关内容的词句 不一定涉及很多信息 这些词句的作用 是当你在阅读的时候 试着将你的注意力 引入上面说的那个意识上 我会一次又一次地 努力带你一起进入这种 当下时刻中 意识临在的无时间状态 总而让你浅尝开悟的滋味 除非你能体会我所说的 否则你会觉得 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如果你能体会我所说的 我相信你将会了解 这些词句包含了极大的灵性力量 甚至可能成为你在本书中 收获最多的部分 同时 因为每个人内在都有开悟的种子 我常常是对着你内在的 那个思考者后面的知晓者说话 你那个知晓者 是一个比较深圳的自我 他很快就能认出 灵性的真理与之共鸣 并从中获取力量 这个在段落中常出现的暂停符号 表示你需要暂时停一下 静下来 去感受和体验 我刚才所说内容之中的真理 在此书的其他部分 你也许会自然地和自动地停下来 在刚开始读这本书时 你可能对有些名词 如本体或存在 临在的含义 一时还难以理解 但是没关系 请记着往下读 有些问题或疑问 也可能偶尔会出现在你的大脑之中 这些问题可能在此书的后面 会得到解答 或是当你深深地进入你的内在时 它们可能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别光用你的思维去读这本书 请关注你读书时的情感反应 还有从内在深处浮起的认同感 我所告诉你的任何灵性的真理 你的内在其实都知道 我所能做的就是提醒你那些被你遗忘了的东西 那些活生生的 亘古长新的知识 会从你的每个吸泡当中 被激活和释放出来 思维总是喜欢分类和做比较 但是你最好别将此时中的名词 术语与其他的树立做比较 否则你将可能会被回笑 我所用的词句如思维大脑 开心幸福意识等 它们可能与别的心灵树立中所用的不同 请不要专注于这些词句 它们只是一些踏脚时 过了就尽快放下 我偶尔会引用耶稣或佛陀的言语 或其他灵性教材 如奇迹课程的教导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做比较 而是为了向你展示从本日上来说 灵修只有一种 但是它也许用许多不同的形式来表达 当我引用古宗教或其他心灵教材的话时 我是为了揭示他们的深刻含义 并恢复他们的转化力量 尤其是为这些宗教或教材的追随者服务 我想对他们说 你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真理 请让我带你深深地走进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此外 我尽量使用一些中性词 这样做是为了让它贴近更多的读者 这本书可以被看成是永恒的灵性教导的一种重塑 以及所有宗教本质的重塑 此书不是源自外在的资源 而是源自内在的真正源头 所以它不包含任何理论或推论 我是根据我内在的体验来说话 如果有时我的语气很重 那是因为我要你摆脱深层的心理抗拒 并让你到达自己内在那个已然之下的地方 就像我一样 那个一接触真理就会认出它的地方 在那里会有极乐的感觉 以及高度的活力 就像有个东西从你的内在说 是的 我知道 这是真的 第一章 你不等于你的大脑 开悟的最大障碍 开悟是什么 曾经有个乞丐在路边坐了三十多年 一天 一位陌生人经过 这个乞丐机器地举起他的绑球帽 奶奶里说 给点吧 陌生人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然后他问 你坐着的是什么 乞丐回答说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个旧箱子而已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一直坐在它上面 陌生人问 你曾经打开过箱子吗 没有 乞丐说 有什么用 里面什么都没有 陌生人坚持 打开箱子看一看 乞丐 这才试着打开箱子 这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乞丐 充满了惊奇与狂喜 箱子里装满了金子 我就是那位 没有任何东西可给你 却要求你 打开箱子看看的陌生人 我不是让你 像这则预言里的 乞丐一样 看什么箱子 而是叫你 往一个 更贴近你自身的地方看 你的内在 我能轻轻地听到你说 可是 我不是个乞丐呀 那些没有找到 他们真正的财富 也就是 本体的喜悦 以及与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深刻而不动摇的 灵硬的人 就是乞丐 即使他们 有很多物质上的财富 他们四处寻找成就 安全感或案情 所参与的欢乐或满足 但是 他们不知道 自己不仅已经拥有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 而且还拥有了 比这些更为珍贵的东西 开悟这个词 听起来就像一些 超人类成就的玄学 但是 它其实就是一种 简单的 与本体合一的自然状态 它是一种 与不可衡量的 不可摧毁的事物 相联系的状态 几乎矛盾的是 它其实 就是你自己 但又比你更伟大 它找到了 超越你名字和形象的 真正本质 如果你不能感觉到 这种联系 你就会有一种 与自己 以及与你周围的世界 相分离的幻想 你会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感到自己 就像一个孤立的碎片 然后 你另外一部的恐惧 冲突和矛盾 也随之产生 我喜欢佛陀将开悟 简单地定义为 受苦的终结 在这个定义里 没有超人类观念的存在 当然 作为定义 它是不完整的 它仅告诉你 开悟的否定性定义 受苦停止 但是 当没有受苦存在时 还剩下什么呢 佛陀对此 沉默不欲 它的沉默 意味着 你必须自己 去寻找答案 它下了一个 否定形式的定义 所以 你不会认为 开悟 是一个超人类的成就 或不可达到的目标 尽管这样 绝大部分佛教徒 仍然没有体会 佛陀的苦心 仍然相信 开悟 是为佛而准备的 而不属于他们 至少在此生中 不属于他们 关于本体这个词 你能解释一下 它的含义吗 本体是超越那些 受限于生死的 各种生命形式 而永在的 制衣生命 作为无形的 不灭的本质 本体不仅超越了 所有生命形式 而失真地根植于 每一种生命形式之中 也就是说 作为你最深的自我 和真实的本质 你可以在每个当下 接触到它 别试着去掌握它的含义 别试着去理解它 只有当你的思维 出于静止时 你才会领会 它的真正含义 当你的思维 出于静止时 当你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 当下时刻时 你就会感觉到本体 但是从心智上 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它 重新觉知到本体 并保持这种 觉知体验的状态 就是凯悟 你谈到的本体 是指上帝吗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经过上千年的滥用 上帝这个词的意义 已经变得很空洞 我又使用上帝这个词 但极少这样做 这里的滥用 指的是人们 在从未理解 这个词的真谛的基础上 就自以为是的 去运用它 像是很了解它的样子 或是极力地反对它 好像很清楚 他们在反对的 究竟是什么似的 这种滥用 就引发了可笑的信仰 结论 以及自大的幻想 比如 我的或我们的上帝 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 而你们的上帝 则是假的 或如尼采说的 上帝死了 上帝这个词 已经成了一个封闭的概念 当人们说出这个词时 他们就会构想一个形象出来 也许不会是一位白胡子的老人 但是仍然还是一个 置身于你之外的人或事物 同时负面是个男性 或雄性的形象 本体或上帝 或其他任何文字 都不能诠释这个词 背后无法言传的意义 所以重要的是 这个词对你体验的 你的内心 是一个帮助 还是一个障碍 它所指向的 是超越它本身意义的 鲜艳的现实 还是它太抑郁理解 而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 或一个偶像呢 和上帝一样 本体这个词 也没有解释任何东西 然而 本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这是它的优势 它没有将一个无限的 无形的东西 塑减成一个有限的尸体 人们不可能在头脑中 构想出一个 关于本体的意义 也没有人能够宣称它独自拥有本体 它是你的本质 只有当你感觉到临在时 你才会立即领会到 我是的真理 所以从本体这个词 到体验到你的本体 只是小小的一步而已 体验这种现实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是认同于你的思维 它是人们进行强迫性的思考 不能停止思考 是一个可怕的烦恼 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遭受着此种痛苦 而我们又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这就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这种不停的思维活动 使你无法达到内心的宁静状态 同时它创造了一个虚假的自我 不断投射出恐惧和苦难的阴影 在下面的章节里 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话题 哲学家笛卡尔认为 在他写下明年 我思故我在时 他已经找到了真理 实际上 他表达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 将思考视为存在 并且认同于思考 强迫性思考者 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是 活在一个分裂的状态 一个充满了问题和冲突的 疯狂而复杂的世界 一个反映了我们大脑 越来越分裂的世界 开悟是一个圆满的境界 合一而和平 与生命以及它所显化的世界合一 同时 与你最深的自我的未显化的生命 也就是本体合一 开悟不仅是痛苦 和身心内外冲突的终结 也是思考的终结 这将会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解法 开悟不仅是痛苦和身心内外冲突的终结 也是思考的终结 这将会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解法 思维认同 创造了一连串的概念 表迁 意向 词语 判断和定义 阻碍了你所有真正的关系 这些关系 当在你和你自立之间 你和其他人之间 你和自然之间 你和上帝之间 就是这些思维 创造了一种孤立的幻想 你与其他人完全分离的幻想 因此 你忘却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 在我们肉身表象看来 是与众生分离的情形之下 你其实是与万物合一的 当我说 你忘却了 我指的是 你已经无法感受到合一 这个不正自明的事实 也许你相信它是真的 但是 你无法感觉到 它是真的了 一个信念 也许可以被遗忘 但是 你一定要亲身验证它 它才能真正的解放你自己 思维 已经变成了一种疾病 当事情失去平衡时 这种疾病就会发生 比如 体内的细胞分裂和繁殖 本身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 当这个过程 不顾整体有机体 而持续地快速增生时 我们就会得病了 注意 如果思维 被正确利用的话 它将是一个超强的工具 但如果利用不当 它的危害则相当大 准确地说 不是你利用思维的方式不对 基本上 你根本没有利用它 而是它在利用你 这就是一种病态 你认为 你就是你的思维 你的大脑 其实 这只是一种幻想 这个工具 依然控制了你 我不是很赞同你的说法 虽然像大多数人一样 我常常 满目目的地思考 但是 我仍然利用我的大脑 完成了许多事情 一直以来 我都是这样做的 你能解答一个天字谜语 或制造一颗原子弹 并不能说明 你利用了你的大脑 就像狗 喜欢啃骨头一样 大脑 喜欢思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它要去玩天字游戏 和制造原子弹的原因 你或许 对这两个活动 都不感兴趣 让我这样问你吧 无论何时 当你想从思维中 解放出来的时候 你能做到吗 你找到了 停止思考的 那个按钮吗 你是说 完全停止思考吗 不 我做不到 一两分钟 或许还可以 那么 就是你的大脑 在利用你了 你无意识地认同了它 所以 你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它的奴隶 这几乎就像 你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它俘获 所以 你认为 思考问题的 这个实体 就是你自己 从思维中 解放出来的开始 就是认识到 你不是一个 思考问题的实体 思考者 认识到这一点 能使你很好地 观察这个思考者 在你观察 这个思考者时 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 就被激活了 然后 你会开始意识到 有很大的一片 超越思想的智性 思想 只是这个智性的 一个小方面 你同样 你同样还会认识到 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 如美貌 爱情 创造力 欢乐 内在的宁静等 都来自大脑之外 你开始觉醒了 从思维中 解放出来的开始 就是认识到 你不是一个 思考问题的实体 思考者 从你的大脑中 解放出来 观察思考者的 准确含义是什么 当某人 去看病时 说 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个声音 他 或者他 很可能 就被送进 金正病医院了 事实是 几乎每个人 都会以相似的方式 在他们的脑海中 听到一种 或几种声音 这就是所谓 不自主的思考过程 你却没有意识到 你有阻止 这种独白 或对话的力量 在街道上 你可能会遇到 不断喃喃自语的疯子 其实 他的行为 与你和其他正常人 区别不大 只是 你们没有大声 说出来而已 那个声音 不停地在评论 推测 批判 比较 抱怨 选择好恶等 这种声音 可能与你 当下所在的情况 无关 它可能是 关于过去 或未来的一些事情 它可能是 在回忆往昔 或是在 幻想未来 可能发生的事情 它经常想象 事情 可能会出差错 或产生不利的后果 这就是 其人忧天 有时 这种声音 还会伴随着一些 视觉异象 或心理电影 即使这种声音 与现在的情况相关 它也会以过去的形式 来解释它 这是因为 声音属于 你被制约了的大脑 它是你过去的经历 以及你继承下来的 集体文化思维模式的结果 所以 你以对过去的看法 来判断现在的事情 一定会得到一个 完全被崴去的理解 这个声音 是人类自己最大的敌人 这是毫不夸张的 许多人在大脑的折磨下 度过一生 任由它攻击 惩罚 并耗尽生命的能量 这就是属不清的灾难 痛苦 以及疾病 产生的原因 好消息是 你能从你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这是唯一的 真正的解放 现在你可以采取第一个步骤了 经常倾听你大脑中的声音 特别关注那些重复性的思维模式 那些多年来缠绕你的旧唱片 这就是我说的观察思考者的含义 换句话说 倾听你脑袋中的声音 并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临在 当你在倾听那种声音时 不要去做任何评判 不要对你所听到的声音 做出判断或进行谴责 因为这样做 意味着同样的声音 又会从后门乘虚而入 你将会很快地认识到 那里有一种声音 而我在这里倾听它 观察它 这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感觉 而不是思维 它超越了你的思维 所以当你在倾听思维时 你不仅意识到了这种思维 而且还意识到了 你在观察这种思维 这样一个新的意识层面就产生了 随着你倾听思维 你会感觉到 在这种思维之下 或之后的一种有意识的灵在 那就是你更深的自我 于是这种思维丧失了它的力量 而且很快地消散 因为你不再通过对思维的认同 而为其注入活力 这是不思维 以及强迫性思维终结的开始 当一种思维止息时 你会在自己的心志流中 体验到一种思维的中断 思维空白 首先 这种空白是短暂的 或许仅几秒钟 但是渐渐地 它们会变得长久些 当这种空白出现时 你在内心会感觉到一种 静止和宁静的状态 于是 你开始感觉到 与本体合二为一的自然状态 通常这种状态 受到思维的蒙蔽而模糊 多加联系之后 你的这种平和 与宁静的感觉会加深 实际上 这种深度是无止境的 你同样会感觉到一种 来自你内心深处的喜悦 这不是一种意识模糊的状态 一点都不是 在这里意识不会丢失 恰恰相反 如果内心的平和 是以意识水平的下降作为代价 如果获得宁静的代价 是变得缺乏生命力 与警觉性的话 那它们就不值得拥有 在这种内在的连接之中 你会比思维认同状态下 更为警惕 更为清醒 更为灵在 它同样会提升 赋予你身体生命能量的振动频率 随着你进一步深入这种无念的状态 这是东方人的说法 你会认识到一种纯意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你会如此喜悦地感受你的连在 所有的思维 情绪 身体 以及整个外部世界 在与你的本体比较之下 都不那么重要 然而 这不是一种自我的状态 而是一种无我的状态 它超越了你原先认知的自己 这种灵在实际上就是你自己 但不可思议的是 它比你伟大 我在这里努力缠入的问题 可能听起来荒谬 甚至自现矛盾 但是我没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除了观察思考者之外 你还可以通过将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当下这一刻 从而在思维中创造一种空白 就是全神贯注于当下的时刻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将意识从思维活动中引开 并创造一种无思维的空白 在这种空白中 你高度警惕 注意力高度集中 但是你没有在思考 这就是冥想的本质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你可通过任何日常活动 来练习这种方法 比如 每次你在家中 或办公室上下楼梯时 你每一步 每一刻 甚至每一次呼吸时 都全神贯注 完全集中你的注意力 或者 当你洗手时 关注与洗手有关的所有感觉 水的声音和感觉 手的运动 肥皂的香味等 或者 在你上车时 关闭车门后 停顿几秒钟 并观察到呼吸 觉察到那个宁静 且强而有力的存在 有一个标准 可以用来衡量你的练习 是否成功 你内在所感觉到的平和的程度 迈向开悟之徒 最为关键的一步是 从对思维的认同中 摆脱出来 所以 外向开悟之徒 最为关键的一步是 从对思维的认同中 摆脱出来 每次 当你在思维中 创造空白时 你的意识就会 变得更强 某天 你可能会发现 你在冲着你大脑中的声音 微笑 就像你除了孩子调皮的动作 微笑一样 这意味着 你不再认真地对待 你思维的内容 因为 你的自我意识 不再依赖于它 超越你的思维 难道思维 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来说 不是最为关键的吗 你的大脑 只是一个工具 它是被用来处理特殊任务的 当这个任务完成时 你就让它处于休止状态 因此 可以说 人们80%至90%的思维 不仅是重复的 而且是无用的 甚至 要以思维的运作 障碍和 消极的本质 大部分的思维 都是有害的 所以 如果你观察你的思维 你就会发现 这是真的 这还导致了你生命能量的 严重损耗 实际上 这种强迫性的思维 是一种上眼症 上眼症的特点是什么 非常简单 你没法选择停止 它甚至比你还强大 它同样给你一种错误的乐趣 而这种乐趣 会最终变成痛苦 我们为什么会对思维上瘾呢 因为你认同思维 就是说 你从思维的内容和活动中 获取自我的感觉 因为你认为 如果你停止思维活动 你将不复存在 随着你逐渐长大 在你个人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下 你在脑海中勾勒出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妨把这个虚幻的自我 称为小我 小我有思维活动组成 只有不断地进行思考 它才能存活 小我这个词 对不同的人来说 有不同的含义 但是在这里 我所指的是虚假的自我 它是我们无意识地认同 与思维而产生的 对于小我来说 当下时刻几乎不存在 只有过去和未来 才是重要的 完全颠倒是非 这是因为 当我们的大脑 由小我掌控时 它是功能失调的 小我尽力使过去 发生的事情复活 因为如果没有过去 你将会是谁 它还不断地 把自己投射到未来 与确保它能继续存活 并且在未来 寻找某种慰藉或满足 它会说 某天 当这个 那个 或其他的事情发生时 我就会很好 很幸福 也很平和 即使当小我 看似在关切当下时 它所关切的 也不是眼前的当下 因为 小我 看待当下的方式 完全错误 它是以过去的眼光来看的 或者 它把当下作为 达成未来目的的手段 而这个目的 始终存在于思维 所投射出的未来 观察你的思维 你就会看到 小我的这种运作方式 对于小我来说 当下时刻几乎不存在 只有过去和未来 才是重要的 当下时刻就是 解脱的关键 但是 只要你认同你的思维 你就难以找到当下 我不希望丧失分析 以及辨别事物的能力 我不介意学习 如何更清晰地思考问题 但我不愿失去我的大脑 思维是我们所拥有的 最为贵重的天赋 没有了它 我们将沦为一种动物 思维的优势 不过是意识演化过程中的 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就需要 向下一个阶段迈进 否则 我们将会被已经演变成 怪兽的大脑毁灭了 在下面的章节里 我将会对此做相近的讨论 思维和意识不是同一次 思维只是意识的一小部分 如果没有意识 思维将不复存在 但是意识的存在 不需要思维 开悟意味着超越思维 而不是下降到思维之下 属于动物或植物的层面 在开悟的状态中 必要是你还是会运用你的思维 但是运用思维的方式 会更为其中 更有效率 你主要为实际的目的 而运用思维 但是 你会从不自主的 自我对话中解放出来 享有内在的宁静 当你利用你的思维时 尤其当你需要一个 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时 你会在思维和静止之间 思维和无念之间徘徊 无念是有意识 但没有思维 只有在这种方式下 你才有可能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因为 只有在这种方式下 思维才有真正的力量 当思维与意识失去联系时 思维会快速地枯竭 变得病态和具有阔坏性 思维在本质上 是一种求生的机器 攻击 防范其他的思维 收集 储藏和分析信息 这是他所擅长的 但是 这些不具有创造性 所有真正的艺术家 不管他们是否知道 都是在无念的 内在灵敬的状态下 进行创作 其实最伟大的科学家 都声称他们的创造性突破 来自无念状态 对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 的调查令人吃惊 调查结果显示 在那个短暂的 决定性的创造本身的过程中 思维是起了小部分的作用 所以 我可以说 绝大部分的人 不具有创造性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 如何去使用思维 而是他们不懂得 如何停止思维 身体或生命的奇迹 不是通过思维 来创造和得以维持的 很明显 有一种比思维 更重要的智慧 在其作用 一个长度只有 一千分之一英寸的人类细泡 它的DNA里包含的指令 足以贴满一千本 每本有六百页的书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对身体的工作原理 了解的越多 我们就会 越多地认识到 在它之内运作的智力 是多么伟大 而我们对它的了解 又是多么少 当思维与智力 连接起来时 它将会变成一个 多么伟大的工具 绝大部分人 不具有创造性 不是因为他们 不懂得如何去使用思维 而是他们不懂得 如何停止思维 情绪 身体对思维的反应 情绪是什么 我陷入情绪的时间 比陷入思维的时间多 我这里所说的思维 不仅仅是指思考 还包括你的情绪 以及所有无意识的心理 情绪反应模式 情绪在思维和身体的相遇处 闪称 它是身体对思维的反应 或者可以说 它是思维在身体上的反应 比如 一个攻击性的想法 或敌律的想法 会聚集你体内的 被我们称为愤怒的能量 这时身体准备开始战斗 身体上和精神上 受到威胁的想法 促使身体收缩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恐惧在身体上的反应 研究显示 强烈的情感 甚至会导致身体的生理变化 这些生理变化 代表着情绪的身体层面 或物质层面 当然 你通常不会意识到 你所有的思维模式 通常只有通过观察你的情感 你才能对它们保持意识 如果你不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或是切断了与情绪的联系 那么 你最终会在纯生理这一层面 体验到它们 它们会以生理问题 或疾病的形式出现 你被你的思维 喜好 判断 以及分析控制的越多 也就是说 你的观察者意识越少的话 你的情绪能量的负荷 就会越强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不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或是切断了与情绪的联系 那么你最终会在纯生理这一层面 体验到它们 它们会以生理问题或疾病的形式出现 近几年来 有许多关于此方面的文章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再来细说 强烈的无意识情感模式 可能会显化成发生在你身上的外部事件 比如 我观察到那些内心充满愤怒 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没有表达愤怒的人 更容易从言语上或身体上 遭受其他愤怒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攻击 这是因为它们散发着强烈的愤怒波动 被某人无意识地接受 从而引爆了这个人自己内心潜伏的愤怒 如果你很难感受你的情绪 那么请先试着将注意力 集中在你身体的内在能量场上 从你之外感受你的身体 这将会使你感受到你的情绪 稍后我们将会对此做详细的讨论 你说情绪是思维在身体上的反应 但是有时这两者之间也会发生分歧 当思维说不实 情绪可能会说好或者反之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的思维 身体总是会给你一个真实的反应 所以请在你体内去看或是感受它 如果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分歧 那么思维永远是说谎的一方 情绪则始终是真实的 这里所说的真实 并不是指你是谁的终极真理 而是你当时思维状态的相对真实 表面的思维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 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很常见的 你也许还不能把无意识的思维活动 变成有觉知的并感受到它 但它总是会以一种情绪的方式 在身体上反映出来 好让你能察觉到它 运用这种方式来观察情绪 和倾听或观察思维 有意趣同工之妙 唯一的区别是 思维存在于你的大脑里 情感却具有强烈的生理成分 所以你可以在体内感觉到它 然后你可允许情绪的存在 但却不要受它控制 你不再是你的情绪 而是一个观察者 如果你这样做 所有无意识的东西 都将会被意识之光所照亮 所以观察我们的情绪 像观察我们的思维一样重要吗 是的 你应该习惯这样问自己 此刻我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会把你演向正确的方向 但是请不要进行分析 观察就可以了 请将你的注意力 集中于内在 并且去感觉情绪的能量 如果没有情绪存在 那么请更深地去关注你 身体的内在能量场 这就是进入本体的大门 如果你由于缺乏临在意识 而陷入无意识的情绪认同之中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这种情绪会暂时即变成你 情绪通常代表着一个被强化的 以及被注入能量的思维模式 由于它的能量是蓄势待发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不容易维持临在的意识 而观察到它 它要控制你 而且它通常都会得逞 除非你有足够的临在意识 如果你由于缺乏临在意识 而陷入无意识的情绪认同之中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这种情绪会暂时地变成你 通常在你的思维和情绪之间 有一个恶性循环 它们相依为命 思维模式通过情绪 创造了一种它自己的被放大了的反应 而情绪的振动频率 又一直为原来的思维模式注入活力 基本上来说 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原始的 无差别的情绪的变形 这种情绪 源自我们不清楚自己在名字和身体之外 究竟是谁 由于它的无差别性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准确描述这种情绪的名称 恐惧可能是最贴近的一个答案 但是除了不断地感到威胁之外 它还包括一种深深的被遗弃感和不完整感 我们把它称为痛苦是很合适的 因为它和前面说的那种最基本的情绪一样 是无差别的 思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 反抗或消除这种情绪上的痛苦 这也是思维活动如此之多的原因 然而 思维顶多也只能暂时地将痛苦掩盖住 实际上 思维越是努力去摆脱这种痛苦 痛苦就会越深 思维永远不会找到解决方案 它也不会让你找到解决方案 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请试想一下 本身是纵活犯的警察头目 努力寻找纵活犯的情形 除非你停止从思维认同中 获取你的自我感 否则 你将不会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只有停止思维认同 你的思维才会丧失它的力量 本体才会以你原来的本性显露出来 是的 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我要问 积极的情绪如爱和喜悦究竟是什么呢 它们是与你和本体相关联的本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思维空白出现时 感受爱 喜悦或短暂的宁静都是有可能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只有当感受到极大美感 极度恐惧或体力受到极度挑战时 才能引起思维的散时食欲 这时思维空白才会产生 当这种思维空白产生时 突然你就会感受到你内心的宁静 在这种宁静状态中 有一种微妙却很强烈的喜悦 爱与平和 通常这种时刻是很短暂的 因为大脑很快就会恢复它嘈杂的 被我们称为思维的状态 除非你将自己从思维中解放出来 否则爱喜悦以及平和不会持久 但是它们不是我所谓的情绪 它们处在一个比情绪更深的层面 所以你需要完全地意识到 你的情绪才能感受到它们 情绪自灭上的意思是干扰 这个词源于拉丁文是骚扰的意思 欢乐总是衍生于你之外的事物 而喜悦是由内而生的 今天让你欢乐的事情 明天可能会让你痛苦 或者它将会离你而去 所以一旦失去它 你将会感到痛苦 爱喜悦与平和是深刻的本体状态 或是内心与本体连接式的三个方面 在这种状态下 它们没有对立 这是因为它们都源自思维之外 但情绪则不同 它属于二元思维的一部分 受制于对立法则 简而言之 就是有好比有坏 所以在为开悟的 与大脑认同的状态下 我们成为喜悦的东西 只不过是痛苦和欢乐 轮流交替时 短暂的欢乐而已 欢乐总是衍生于你之外的事物 而喜悦是由内而生的 今天让你欢乐的事情 明天可能会让你痛苦 或者它将会离你而去 所以一旦失去它 你将会感到痛苦 而且 我们通常成为爱的东西 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欢乐和兴奋 一种沉溺性的需求 可能瞬间就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 许多爱情 在经历起初的激情之后 会在爱与仇恨 吸引和攻击之间徘徊 真正的爱 不会让你感到痛苦 为什么这么说的 它不会突然间就变成仇恨 当然 真正的喜悦 也不会转变成痛苦 如我说过的一样 即使在你开悟之前 在你将自己从思维中解放出来之前 你可能会短暂地感到真正的喜悦 真正的爱 或者深沉的内在瓶颈 这些是你真正本性的一些方面 即使在一个正常的爱情关系中 你也会感受到一些更为真实 而不需要的东西的存在 但是它们是短暂的 很快就会因思维的介入而消失 这就像你曾经拥有某种很珍贵的东西 却突然失去了它 或者你的大脑告诉你 这只是一种幻想 实际上 这不是幻想 而是你不会失去它 它是你本性的一部分 它会受思维的影响 但永远不会被思维破坏 即使天空雾云密布 太阳也不会消失 它仍然在云层的另一边 佛陀说 人类的痛苦源于欲望或贪婪 如果你要摆脱痛苦 你就必须摆脱欲望 思维不停地在外部或未来 寻求拯救或满足 以代替本体的喜悦 所有的欲望都来源于此 只要我有思维 我就会有欲望 需要 执着 厌弃等 离开的这些 就不会有我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我渴望得到自由或开悟 那也是在未来 寻求满足或完整的一种欲望 所以 不要努力解放你的欲望 或试图达到开悟的境界 请关注当下 并成为你思维的观察者 不是沿用佛的话 而是变成佛 成为觉醒的人 这才是佛这个词的含义 每一次的欢乐或情绪的高涨 在其内部都含含着痛苦的种子 痛苦是这些欢乐的不可分割的对立面 而这个对立面迟早会鲜化出来 人类一直以来都遭受着痛苦 从他们进入了时间和思维的领域 并丧失了对本体的意识 被痛苦折磨了一万年 从那时起 他们将自己看成是 宇宙中无意义的碎片 断绝了自己和源头 及他人之间的联系 只要你认同思维 也就是说 只要你处于无意识状态 痛苦就不可避免 在这里 我主要指的是情绪上的痛苦 这也是造成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的主要原因 怨憎 仇恨 自卑 内疚 愤怒 抑郁 嫉妒等 即使是最为轻微的不快 都是痛苦的各种表现 并且 每一次的欢乐或情绪的高涨 在其内部都隐含着痛苦的种子 痛苦是这些快乐的不可分割的对立面 而这个对立面 迟早会显化出来 任何通过服用药物 来获得快感的人都知道 这种快感最终会转变为低潮 欢乐终会转变成某种形式的痛苦 许多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同样能体会到 爱情关系是多么容易 而快速地从快乐之源转变成痛苦之源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 政府两极是一体两面的 都是潜在痛苦的一部分 而这种潜在痛苦 与思维认同的小我意识状态 是如影随形的 你的痛苦有两个层次 现在产生的痛苦 以及过去产生的 但现在仍一路在你的思维和身体内的痛苦 停止创造当下的痛苦 并且瓦解过去的痛苦 这是我下面将要谈的内容 现在将产生的痛苦 或者恢复我们的传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